位于瑞芳老街上的林池科之前元宵节 老街举办火把节的时候还列为重点导览的历史建筑 没想到17号一早无预警的遭到地主拆除 让地方相当不舍 楼山里里长更表达强烈不满 直言很痛心既无难 原本荒废的林池科因为瑞芳老街办理火把节 将林池科列为重点导览景点 要让更多人了解老街历史 现在爆红成为观光景点之一 不料今年上午林池科因为地主以安全考量为由 宜为平地 让长期关注的社区居民很不舍 而当地里长的脸上更是写满不舍与气氛 我相信这个林池科因为各种因素 必须要做这样处置 我们当然尊重地主的意见 那也希望真的是就此这个事件 可以唤起瑞芳人对自己瑞芳家乡的重视 有些事情是可以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有些事情是可以在相对并存的方式下来大家来讨论 共同来努力 那如果大家都不相信有这样的机制 那事实上其实很多事情也不需要地方首长或政府的帮忙 农山里长表示今天一早接到民众电话 赶来的时候林池科已经都被拆光光 连最具代表性的门口两根石柱也被机具分为好几节 看了实在令人痛心 但却有无能为力 他认为地方上对于文化资产的保护意识 还是很薄弱 而且是以如此出辱的行为 对待有历史意义的建物 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如果没有这些历史跟文化资产 只剩一栋栋的高楼大厦 满足了个人或是团体的商业利益 那瑞芳剩什么 我真的觉得 如果最基本的连这样的文化精神 跟资产的保存的观念 大家都没有 那我不知道这还叫家乡吗 其实我们这边 长期以来都没有很 去完整的去盘点出来说 哪边是值得被登录为古迹或者历史建筑 其实偶尔地方虽然有发动一两波 就像之前那个金瓜十三毛仔 还是说像那个 斜坡锁道那一段 但是没有很持续的话 其实就像今天这个建物一样 一下被拆 那就是会造成很多的遗憾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应该还是要积极的来盘点 地方的所有的文化资产 进一步来透过文化局那边来申请 位在瑞芳老街的林齿科 日治时期是警察官吏住在所 简称派出所 而此空间地主书家改租为 林恩强医师 开设瑞芳齿科医院使用 直到林恩强医师 在民国九十一年左右过世 林齿科原址 才因为无人续租而荒废至今 现在以为平地 真的是让地方不舍与痛心 建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